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系来不及去 但是我们的记者等于是今年的元旦 去做了一个 去做一个旅游的 是做一个什么叫 邻静之旅 因为现在很多 年轻人喜欢去尼泊尔做那种 有的人做徒步 有的人去参加那种灵修班 所以你看这次为什么 等于是中国这么一很大一部分人 都还滞留在那个地方 然后也形成另外一个新闻 也是因为这尼泊尔是最近几年特别对中国 很热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 是啊 我就说 你现在有的观众就说 说这个尼泊尔地震了就如何如何了 你说地震 当然八级大地震是很惨重 但是全世界很多国家闹地震 为什么这个尼泊尔 引起中国人这么大的一个反应和注意 你觉得 我觉得它跟西藏毗邻 它三边连印度 波及西藏了 波及它很近 它离咱边境只有50公里 50公里 你现在是有国家是文化因素 你在地球这个生态中 它没有国家这概念 那么 那么这个尼泊尔这次呢 就是它的死人 一开始说的并不多 一开始盯着 他说 几百年 我当时觉得 我说这么的八级地震 8.1级啊 比汶川地震等级还高一级 好像是 汶川是8.0 一开始说是7.8 后来修订的8.0 那么汶川死的人是 咱们现在确切数据是将近7万人 就死亡了 还失踪了 一万七千多个人 那失踪的基本人也都是 近十万了 对 就是大概是这个数 所以一开始我觉得 我说这么大地震 山国 那个尼泊尔你去过你就知道 它的房屋都特别老旧 没有很现代的房屋 那对你来说到那去不是觉得很舒服 还是 很舒服 但是就是居住条件都不会很好 不会很好 那我去的有点早 我去的大概有十年了 咱们看看几张照片 这个尼泊尔 现在你这个 我们看这个就有点 哎呀 像是看那个 那个佛教做的那种 那个那个沙子上的画一样了 是吧 就是会变成沙石了 你再看看 就是这种生活 看着离我们远 就是很远 对 这个 佛的 这个 据说是佛的这个出生地嘛 是吧 尼泊尔 哎 这就是尼泊尔的这个古剑 啊 就是在喜马拉雅山 你瞧瞧 哎呀 真是 这 这现在全塌了 对 他 这次塌方非常非常严重 他中国人对他关心 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因为 他是在喜马拉雅山脉两侧嘛 嗯 这个 按照西方人的地理观观点 这个地方叫喜马拉雅艺术 比如我们老说藏传艺术 嗯 那外国人不说这个 他就说喜马拉雅是包括 尼泊尔和我们 西藏 就是这 这属于一个文化圈 所以它很接近 嗯 严格意义上讲 有很多文物在这个藏传和尼泊尔文化中呢 就非常接近 很难区分 有些东西很难区分了 而且这次啊 你看 我 我觉得有的东西让人一看 就是这个登山嘛 嗯 其实这个朋友圈里传的最早的消息 就是谷歌的那个 对 隐私的那个 对 对 住门的高管 对 这个阵王 不能叫阵王了 这个算是 雪崩 他是在探险的时候 发生那个 因为那个雪崩给埋进 是埋进去了 是吧 雪崩 你知道我给你读一段啊 他们有这个登山者 后来就发出来的 就当时他亲身经验的情况 就是说 你躲在一个暂时安全的地方 这个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只能无助的等在那里 听着自己嘶嘶的呼吸声 和跳得过快的心脏的声音 咚咚咚咚 打在耳膜上 其实也不太听得到 呼吸这时候变得非常困难 你在等待这一轮雪崩过去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挺过去 也不知道自己的朋友 是否还在人世 首先是一阵地动山摇 然后是冰雪滚下来的 轰隆隆的声音 四处逃窜的人群 尖叫声 你也和海啸一般的雪墙 赛跑 当时这种情况多恐怖 对有图像非常恐怖 非常恐怖 所以在这里面你看 就是那个中国登山队 不是也是他们的命运 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吗 然后我看也提到了 有一个人 我就说就是每次到这种大的灾难面前 大家就会感慨命运啊 就是你看有的人幸运的躲过去 你看他是不是提到 什么希腊登山队 因为被那个尼泊尔的当地 夏尔巴人 夏尔巴人说骗了一大笔钱走了 不是 是偷走了 是吧 这夏尔巴人就是向导嘛 登山的向导 他们把他们的这个财物啊 都拿跑 都让他脱管 让他保管 结果这夏尔巴人全给卷走了 然后这个希腊这些人没有钱了 然后就提前撤回去了 撤回去就躲过一劫 是吧 就幸免于难 对 所以你看就是每次 谢夏尔巴 那个你看他里面还提到有一个 就是我看就是说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登山家 就是也是一个职业探险家吧 叫我看叫张经川 以前我们 我有的印象是因为 呃有一次是在 呃是马来西亚 是菲律宾一个恐怖事件 三个 不是他们那些恐怖分子 闯到那个基地里面 然后有两个人被打死了 其中是他是自己偷跑出来了 哦 记得吗 有一个人 结果在这次里面又有他的名字 是塔利班 是对恐怖分子 是是是 袭击的那个营地是吧 对对 有两个人被打死了 然后他是好像是挣脱了 那个绳索 跑了 对 然后这次我看在名单里面 当然就是说 他们是在幸运者的 那名单里的 但是我就说这个 每次呢 就在大的灾难面前 你总是感慨这个命运 这个这些人的 你看有的人就 就像飞机失神 有的人就幸运躲过 有的人你就 就是无往之灾 所以这个这个天灾人祸 这可能是我就是人类 我们永远伴随着这种命运 你像什么海啸 像这个地震 像斯里兰卡那年的那个 那个海啸 不也是死了很多人吗 然后我注意这个事情 还是因为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这个新闻 就是说 呃 地震之后就有人说 啊 就是地震专家 一一周前就在这开会 就说马上就要发生地震 嗯 你看到这 对 那个是说有有预告 没有说马上 就说可能 没想到这么快 对 其实他从 就是你看这个地震时间 他4月25嘛 如果再晚一周 就整赶上黄金周 赶上五一 那伤亡更大 那伤亡更大 而且呢 他这个登山的也会增加 因为他气候又开始变好嘛 现在其实 现在这登山还都 基本上还都是比较专业的 咱们现在登 喜马拉雅的人 有很多是非专业的 他就是商业化的 商业化的 现在就很多人 就是 就你有足够的钱 你雇得起 下二八人给你扛着 扛着氧气瓶 给你送到那个大美营 所以这次呢 就是说还在 这个 就是说还万幸 就是这个时间 如果往后拖一个星期 你整赶上五一 对 赶上五一 我觉得尼泊尔的 就中国游客 至少是 是这个时间的三四倍 而且这次就说 尼泊尔为什么 我就说 特别吸引人的关注 我觉得还有某种 宗教色彩 就是 而且呢 他有某种 你就像你刚才说的 它是个叫 灵性的一个地方 灵修的这么一个地方 你比如说 而且 他不光是中国人关心 而且呢 就中国游客 去的也特别多 而且其实呢 这个西方 对这个尼泊尔 很多人 也很有关系 很像吗 你像就因为这个事啊 夏尔巴人 有两个最大的人群聚落 一个当然是在尼泊尔 另一个你知道在哪吗 在纽约 哦 是吗 这就是当年 他就是太多外国人呢 到这儿 在这个尼泊尔 好像加德满都吧 有一条街叫做神奇街 因为我就看啊 就当时这个 你在美国六十年代的时候 不是美国六十年代 全世界六十年代 那个时候就是那个 西皮士运动 西皮士运动又是这种 越战啊 什么的 然后那个时候 就西方青年啊 像那个逼豆子 他们这些人 就是逃离 就是主流价值 然后你知道 他们的路线 就是穿越欧亚大陆 然后真的就跟万里长征一样 不过他们的延安 是加德满都 还有一个地儿是印度的 叫果阿 就这俩地儿 然后一批批的 这个外国年轻人 就从西方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就是什么修行啊 灵修啊 一直到现在 都聚集在那条街 后来就管这条街 叫这个神奇街 对 他我去的时候呢 有一些感受呢 就是我这会儿回忆 你说的时候 我忽然回忆起一件事啊 就是我们绝对是做不到 就是你想去到 比如去这个 尼泊尔加德满都 你说你想去 灵修也好 你想去受这个宗教的进化也好 你到那以后 你的差距都是在不经意中间 这个产生的 你可以把自己变成赤贫 有人就这样干 就把所有财产都丢掉 我身上没有钱 什么都没有 我就愿意加入到这个队伍里 你说我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 就是他那个教徒啊 我们确实下雨 小雨 小雨呢 就有人就到这些 就我们认为是名胜古迹 人家就认为是宗教圣地 就是你的出发点 首先就不一样 对 就是你找不着他那感觉 然后他走累了以后啊 他就走累了 就在我们眼前啊 光当找个地儿就坐下来了 这很正常吧 但是最不正常的是 我觉得那一块地儿 他坐下那块地儿 有一弯的水 就咱们任何人都会躲开这汪水 因为旁边就是干燥的 坐水里 光当他就坐水里 他就他就没有感觉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他就看不见这个水 这什么境界 对就是他那个境界 是你想到 就是你你自个儿 把自个儿全部都净化了 你想坐的时候 你屁股只要挪二尺 就坐在干燥的地方去了 就起码不是干燥 就是没有这汪着的水 就浅浅的汪着一点水 这是缺些眼的境界吧 一个我就坐在上面吧 什么感觉都没有 我当时看就愣半天 我就觉得他跟我们之间的 就是对物质 或者说对这个 眼观的这个世界的判断 完全都不一样 他就坐在上面 而且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那我觉得 你往上挪一点 有一台尖是吧 虽然也是湿的 好在他们不汪着水啊 他就光当一屁股 就没感觉坐在那 然后还感觉翻包 找东西干什么的 我当时就觉得 怎么就我们跟人的 那差距就不是一星半脸了 最后一开始 这个国家 它是什么发展水平呢 这个 刚才讲到 讲到一批地震专家 到正好在一个月前 是什么在加德满多 还说预计要有一个大地震 但实际上我刚才想说的是 其实地震就是这种灾难 并不是那么好预测的 其实这是一个全世界的难题 虽然大家又开始说 既然你们预测了 为什么不做方法 我是想说 其实这不是 这真的是切实我们人类面对的一个难题 然后但是当时地震专家 其实是在尼泊尔开会的时候 他重点是说 像尼泊尔处于这种 什么咱们学地理 那种板块 对 这是一个地震高危的一个国家 但是像你们国家的这种建筑水平 会就一旦地震来临 它其实是一个防灾的和减灾的 那么一次国际会议 然后我记得看了一个数据 当时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地震专家说 以美国 比如说洛杉矶的那种建筑水平 可能如果发生同样级别的地震 比如说八级地震 它可能百万人当中 可能比如说死10到30个人 可是在同样的就是这种地震级别 在尼泊尔可能就会死到上千人 说的就是 我觉得就跟咱们中国 比如四川或者你小地方地震 为什么一地震 它的伤亡率那么高 就还是跟建筑水平有关系 所以你看他这一个 这次一震稍微一震就全塌下来 很多建筑 太简陋了 对 坍塌的那个现场 你就知道 它那个坍塌是瞬间的 就轰就变成一堆土 钻石土 连缝隙都没有 但是它从目前报的这个数据上讲 截止到今天的数据 我刚才看是4300多人 它肯定还在不断增加 不断增加 但是它这个数据 肯定会低于我们汶川 它的级别比汶川高 它的级别比汶川是8.0 它是8.1 那么它比我想象的 因为我是去过尼泊尔 比我想象的人死的少 我当时一听这么大 你当时觉得尼泊尔人口很稠密吗 很稠密 就是去那个 它那商业街什么都非常稠密 我觉得它人死的少的 还有一个原因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那个时间 是大白天的 汶川当时也很好 也是下午 也是白天 汶川那个地震 如果感到是深夜 那太恐怖了 为什么你知道 咱们就建国以来 这个地震死的最多的是 唐山地震 唐山就是夜里 闷在里面 闷在里面 都三点多钟 就是最晚的人也睡觉了 最早的人还没起来 那个点太损了 三点四十多分 是吧 所以它这次呢 就是比我想象的 就是它那个条件 就它那房子 都是那砖石结构的 就看不见特好的房子 是 而且我还要看 这个联合国 什么这两天一个数字 说就是每万人 现在那个地方 平均只能有两 大概两个医生 云俩医生救助 有五十个床位 就五十个病床 那基本等于就没有了嘛 对呀 你就要自救嘛 所以它这次呢 你看咱们 就是第一反应 就是中国人 有多人在那 一开始说的 我还说怎么这么点人呢 一开始说就有一千多人 很快就要撤回来 现在看着那数据 好像又多了 我又听到一个数据 说有好几千人 还滞留在那 我觉得好几千人 是个很正常的 那么大的一个旅游景点 过去我们去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种早年 确实看中国人非常少 非常 看那中国人 还感觉挺亲的 因为少嘛 那我想这两年的旅游热 这又是正式春天 那肯定人多 现在有多少人 咱也不知道了 而且你看这两天 这个朋友圈里 你就看出 我觉得五国五民 就我们国家这人 真是 它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 我觉得老有一种意淫 你知道吗 就《红楼梦》 曹雪芹发明出这个词啊 非常适合 总结咱们这个民族 他老有些情绪 会意淫 你看前两天 我就看那个微信朋友圈 我就看一标题 我说 看见祖国这么流氓 我就放心了 我一看 怎么祖国这么流氓 我觉得他幻想 就幻想我们呢 感觉就是不顾什么很多规则 什么哪哪国家闹了灾 皇家我们感觉军舰就开过去了 哗 家伙就强行入行 中国公民全部接走 跟那个好莱坞大片似的 对吧 哎 这个家伙就仰武功威 而且底下就全总结 而且 你知道 因为后来有关部门辟谣了 对 我才知道是假的 可是他 他这个写法 你也兴奋一阵子 是吧 他这个写法完全是新闻的写法 对 而且他罗列了好多 又是某某某国呀 又是什么野门呀 又是哪啊 说每一次咱们国家都不顾国际法呀 就强行出兵啊 然后把这个公民接回来 哎 我说 这有意思 然后说 某些某一些地方的啊 把自己那个都不要了 说我要跟着你们走啊 都是中国人 有些国家的国民看到 自己国家的救援飞机迟迟不来 主动要求哈 我跟着中国走 你这不耽误事吗 我今天还看说有一些人的当地的 我看滞留在那的 说听了这个谣言之后 马上就把自己机票退了 真以为拿了护照 就可以登飞机的 就说到那一看 没这回事 现在又改风向了 又骂航公司在这涨价 对 航公司又出来辟谣 说我们没有涨价 对 哎呦 我的天 这种心情我们是非常能理解的 咱们先取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像这个尼泊尔啊 虽然我没有去过啊 但是我看他们有些人讲啊 哎 那边不就像印度一样 就是有一些国家呀 在什么印象当中 你可以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幻想 其实就跟过去西方人啊 对这个什么遥远中国的那种幻想 像个里拉 比如说那是一个瑜伽的一个圣地啊 灵修的中心 神佛的地方 在高山之上 雪仙之上 然后人民讲的全不是GDP 一概都是幸福指数 然后那里的人民过着贫穷的 是吧 贫穷而幸福的生活 幸福的这个快活的日子 可是你真去了那呢 哎 你去了之后你的感觉呢 其实我我我去的时候 因为差不多有十年嘛 那时候觉得第一是设施很差 呃 就是设施差到就是你一去 你要有个习惯过程嘛 就是我们等于往回退了嘛 呃 人是非常非常善良 善良 对因为我也没太往山区去 不是那边因为不通吗 就是我们去 比如比如坐车吧 嗯 他不会就是你没有担心 他会讹你钱 可能也许他讹了你钱 你没感觉 就是因为他便宜嘛 那个那个出租车都是一关门 那把手都拉在手里 就跳下来了 赶紧又给拧上去 是是是 都是这种 到处都坏啊 那对 然后开一会儿呢 就得下来推 他就跟你说 你就你得下来 这车根本就没劲 说你们人太沉 你得下来 他后面推着 因为他经山路嘛 对 稍微往上山 山就全是笑话 一路全是笑话 有时候就是个 开过去啊 两辆公交车啊 就是交错的时候 外边这辆轮子 就在悬空的 就过去了 我看他们游客人 博客的心 对 这么说 但是他因为尼泊尔是 史迦牟尼的诞生地嘛 对 他那个就是对对佛教 这个有敬意的人 他肯定觉得到了 他这个诞生地 还是很还是一个荣誉嘛 他很重要嘛 所以他这个 尤其他这么多年 呃 由于经济的滞后嘛 所以他他宗教 确实非常的繁盛 你走哪都是 所以这个产业化的潮流啊 席卷全世界 我觉得哪也躲不过 他这个你看 灵修旅游 对对对 灵修是一个旅游项目 对 因为尼泊尔 是个瑜伽的 这个这个感觉是个圣地 就好像最早 向西方传播瑜伽的 就是从这地方出去的大师 所以他现在变成这么一个地方 对 尤其尤其现在我们 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 就现在社会对人的伤害 其实挺大的 就是你现在 你获得好处是短暂的 比如你的交通的便捷 信息的便捷 你今天的信息极为便捷 今天极为便捷 你忽然发现有很多烦恼 那里头有好多没用的东西 你每天都会被无用的东西去打搅 还有就是这个资讯的发达 你比如你看电脑 看电视 他都会有一些跟你无关的事情 让你看到 使你的情绪有变化 这些在他们的地方都不会有 他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自己的 他甚至我觉得 我印象中特别明确的一点 是看到他们那些僧侣 还有那些修行者 他都不看你 他目不斜视的 他就是专注做他自己的事 我们做事的时候旁边有人 你别说一事旁边站一人 你马上就眼睛 你干嘛看着我 你马上就有反应 他没有反应 你站得很近的距离 看到甚至给他拍照 他就跟没看见你这人一样 就那个感觉特好 那说明感觉修行有点功底 当然有功底 就是你拿个照相机 你拍他的时候 他不会觉得你存在 这种感觉 我觉得过去 只有专业演员能做到 因为他要拍电影 他不能看到摄像 摄影 他那些修行者 经常是这个状态 他修行讲究是内观 他就是观察 自己内在的每一个念头 从哪起从哪落 所以就地一做 坐水里了 可能是境界的问题 而且你说 我还想一下 他那个旁边是布丹 你感觉就是 你看布丹 这个就是国王 国王也是一大帅哥 全民偶像 都把他留的 不是比刘德华尊贵多了 然后这个国王 逼着他们搞民主 国王就说必须 必须那个 逐建一反对党 逼着两拨大臣 说投票 就选 包括就是我要的 我就不实行君主制 我们要实行这个 民主制 就是你就觉得 他那个国家的人民 咱们就觉得 是不是没牢骚 我有时候听到 这种欲外奇谈 我老在想 有没有那样一个国家 就像中国古代 有个小说 叫什么静花园 就描绘 他们很多 从那边回来的 那些旅游者 背包客 我听他们那些描述 我不知道该相信 是真的假的 就是说 没人性 不是说没人性 就是说 真的有那样的国家 就是说 他也不自私 人民就快乐 吃茶蛋饭 没有矛盾 不打 他一定有矛盾 不可能没有矛盾 但是他们生活要求 是极低的 对 我觉得他的那幸福感 是可能建立在 对物质要求 物质依赖极低的 一种情况下 而且你看 布丹 当现在也没有 跟中国建交吧 然后他说 每年入境的人数 就是 我觉得他们好在 也不知道是因为 宗教信仰 还是什么 就是他对那些物质东西 他自己的 没有那么大的诱惑 对他来说 所以我不需要来发展 当然了 你要如果开放旅游 他可能会 大部分大部分 就是带着钱就进去 他说我不需要 我就要过我这种 原来的这种生活 你看 布丹好像现在 还也没有 布丹真的是 讲究 没有放开 对 布丹还真的是 把国民幸福指数 顶替这个GDP 这个标准 对他人类 其实他在文明发展 过程中主要解决 就是物质和精神 之间一个关系 对 我们是这个 当然我们过去曾经很好的解释 这个我们精神 也给解决了一部分 就是有一阵子 大家也很盲目的快乐 是吧 那么 当你物质发展的时候 这精神就失控 我们现在就有点这个精神失控的状态 有点 一部分人呢 就是要跑到 比如摒弃现代生活 现在也有大量的这种案例 两口子离开城市 直接上山里去住 是吧 要不然就是去这些圣地 去感受一下 觉得分杂的社会 以及分杂的社会关系 人际关系 天天弄得你很头疼 这个你说 我最近就老念到这个 陶渊明 这个什么 我以为你说 最近上哪 私里住一段 对 陶渊明就讲一句话 我就老琢磨 他说啊 这个既自以身为行义啊 惜惆怅而独悲啊 就是说 我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我为了谋生 对吧 为了这点 这点物质生存 我 你看 这个心 被我的身体的需要 被我这个身体的需要 给奴役了 我现在觉得 我就这样啊 养家活口 然后完全被奴役啊 所以你应该去一下 尼泊尔 对 我刚才说 你还去 第一阵 你就当救援人员吗 我觉得这次救援还不错 救援 我们中国救援队动作 应该是在我看到 最近这些年 救灾里速度最快的 但是呢 我看他就是说 为什么也有人有抱怨 但是就是 还是讲到尼泊尔 他的这个基本建设上 他说那个机场上 只有只能停八个 叫什么八个机位 好像 所以呢 就是你飞机机边飞到 你排不上队 所以为什么 就是比如说 在尼泊尔那边 滞留的一些 中国公民 他回不来 就是你 你飞机机边到那了 他那个 他排开啊 他那机场很小 所以就是说 也导致很多人 对这个航空有抱怨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他这些年 他机场没有改建的话 那我觉得 当年那机场 确实很小 就是二层小楼 红关房 就这种 跟现代化机场 没关系 而且他那安检 特奇怪 怎么了 我当年去安检 那时候给我印象深刻的安检 就那安检 谁捡完了 都不管前面那帮人 就你捡完一遍 你刚过去 你觉得捡完了 又上了一帮人 说你还得安检 你说怎么又得安检 说不是捡完了 我说那不行 又来一遍 然后等你上飞机前 又捡一遍 就到了飞机跟前的 那没有廊桥的 就直接上悬梯的 又一个人上来摸身 直接就摸你一遍 然后就上去 那不是还我们去缅甸 那个安检 干脆是个木门 我都不知道那个木门 有什么作用 你知道吗 就过去了 不是放线 不是木头门 就是我们在缅甸 去那个小城市 叫密之纳 就是很多那个军迷喜欢的 推门进进了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我说这个地方 哪能有这个转盘 后来一看 有个人推着 手推车是吧 真的有点个木 就手推车就推